上课了 老师 我们来了 你们怎么都戴着面具 快摘下来 我们不能摘 可恶 不摘我就要请家长了 我溜 琪琪 来吃饭了 妈妈 我不能吃 怎么在家里还一直戴着面具 摘点 妈妈 我不能摘 我溜 这不是妙妙吗 怎么还戴着面具 是不是扯得不敢见人了 胡小爱 我才没有 不要胡说 那你把面具摘了 我看看 我不能摘 我溜 怎么回事 不摘就不摘 怎么这么凶啊 怎么回事 又摔倒了 既然都看不清路 为什么不把面具摘掉啊 面具不能摘 我溜 他们几个肯定有事瞒着我 我要去找依依问问 怎么回事 一片 你怎么来找我了 最近奇奇妙妙龙大 去哪都戴着面具 也不告诉我原因 他们是不是不理我了 你这么一说 好像我也好久没见过他们了 走 去看看 老奶奶 我来帮你吧 吓我一跳 小朋友 你怎么大白天还戴着面具啊 老奶奶 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脸上长得太近 他很自卑 所以我们一起想了个办法 陪他一起戴面具 这样他就不会太难受了 真是一群好孩子 好了 奶奶过来马路了 那老奶奶 我先走了 小朋友 谢谢你 你的好朋友会有好报的 老奶奶这话是什么意思 再见 老奶奶 依依 你太聪明了 原来奇奇她们是为了帮助一个好朋友 不过这是谁呢 妙妙 这是我妈妈专门从山上摘的草药 喝了就会好的 我不要 这个胎季已经出现一个月了 现在还是好严重 哎呀 妙妙 你别哭了 其实你现在这样也很好看的 妙妙 你们怎么来了 妙妙 你别担心 我来帮你 神奇百宝箱 神奇药丸 吃了它吧 真的可以吗 我吃 好了好了 妙妙你好了 太好了 以后终于不用带着面具出门了 谢谢你们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像我们一样 朋友遇到困难 互相帮助哦 我们下期再见